说起宋朝啊 每个人都会联想起很多的很著名的人物 宋朝确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群星灿烂的谜朝代 我们小时候呢就听过说岳全传 知道岳飞 知道金乌珠 韩世忠 梁洪玉 还有后来的又听过杨家将 杨基叶 杨六郎 杨七郎 在后来上学的时候就读过 王安石 司马光 欧阳修 苏氏 苏哲 等等等等 那些大文学家 政治家 思想家 军事家 军人 等等等等 哎 我们知道他们很多的故事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感觉上会对不上号 不知道他是宋朝哪个皇帝时期的人物 他在哪一个时期发挥他的历史作用 而且他们之间的先后顺序又是怎么样呢 所以呢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困惑 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就跟大家聊聊 按着这个宋朝的这个皇帝更迭的顺序 然后顺便带出他所联系的历史人物 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咱们就从这个宋太祖赵矿印开始 赵矿印啊 他世代都是 可以说是将门 他的先祖是门人 但他的父亲就是已经是将军了 他是后洲的大将 立下了赫赫战功 也是当时后洲的皇帝郭威手下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将领 说起这后洲啊 就不能就不能不提到这个宋朝的前朝 宋朝前朝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个乱朝 就是五代十国 梁唐晋汉州分别在北方称为五代 南方还有十个十个格局的小政权 称为十国 那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年代 开始于公元907年的朱温灭唐 然后一直到960年的北宋建立 就这么50多年 出了什么十几个王朝 然后哎呀就是一个乱自了得呀 这个将来的可能会做一个专门节目 来说这个五代十国 咱就不多说了 这个赵匡印呢 他就是当时后洲的大将 后来到后洲的第二个皇帝的时候 赵匡印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就当了皇上啊 至于他是被人强迫当的皇上 还是他自己受益这么干的 那只有天知道了 当了皇上以后呢 赵匡印的确实是一代民主 当时呢 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 他呢就带领的军队四处征讨 然后基本上实现了整个南北的统一 当时好像还只有一个北汉 还有吴越 还没有臣服 就是在他辞世之前 赵匡印呢 他对宋朝最大的功绩呢 可以说他是奠定了宋朝的一个基本的画风 赵匡印虽然是个武人 但是他非常崇尚文质 他不是用暴力去掌握他的政权 用暴力去统治 而是用一些文人来统治这个国家 比如他的杯酒士兵权 就远比当初的刘邦也好 还有后面的朱元璋也好 那些成功以后 朱沙打朱沙那些开国元勋 那要来的文明的多 是大家选用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 实现了这个 结束了 唐朝以来的藩镇格局 军事格局的局面 因为兵权收回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文明的方式 值得推崇 赵匡印呢 在停定了南方以后 他是准备要去跟契丹去征讨的 但是呢 他也一直 他也知道契丹非常强大 契丹那时候非常强大 所以他一直还在做准备 但是还没有正式的实施 但是在这时候 再一次他跟他的弟弟赵匡义 后来改名叫赵光义 这个人两个人 两个人彻夜的谈心以后 他就突然的暴毙了 至于暴毙的原因 这可以说是千古之谜 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 竹影俯升 就说在他们俩 在他们俩一起喝酒的时候 周围的人 伺候的人都在门外面 门外面 门外面的人只听到了斧子落地的声音和 烛光上烛光下的影子 然后第二天赵匡印就暴毙了 赵光义就登基了 赵光义就是宋太宗 也就是宋朝第二个皇帝 因为他是赵光义的弟弟 实际上是没有合法的继承权的 但是黄泉最后就落到他手里 他也和他的母亲一起拿出了一份据说是赵光义之前留下的一个诏书 就说将来要传位给自己的弟弟 于是呢 他就成绩了这个皇位 赵光义呢 继续他哥哥赵光义没有完成的事业 说服了吴越的前世政权 就交出了王权 然后就自动的退隐 等于是兵不雪刃 收服了南越 进而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这个藩镇格局的局面 实现了这个中华大帝的又一次统一 统一以后呢 他还是坚持要对北用兵 就是对齐丹要开战 打两次都不成功 甚至把那个号称杨无敌的杨吉野 历史上叫杨叶 这么一个大将也给搁进去了 杨叶也战死沙场 呃 不光是杨叶 还有他当时他哥哥手底下那个最骨干的军事力量 基本上在这两次征讨齐丹的过程中 都损失掉了 也算是痛定思痛吧 然后呢 赵光义呢就放弃了继续和齐丹作战 在国内推行文治 哎 这方面他做的非常成功 哎 奠定了 奠定了宋朝的基本的文官制度 有科举制 有广大贤才 哎 他做的非常的好 这方面 赵光义死以后呢 就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那么说起这宋真宗呢 和他有联系的历史人和历史事件呢 一个就是寇准 历史事件呢 就是禅渊之盟 寇准都是当时的宰相 当时辽军的统帅皇帝 再加上当时的实际掌权者萧太后 一起率军南线 情势非常危急 当时宋真宗呢 就是想跑 然后这寇准呢 极力劝阻 寇准就拉着他的袖子说 你哪也不能去 你不光不能不能跑 你还要御驾亲征 你要亲自率兵去前线 去渡军 宋真宗呢 是死活不乐意 但是呢 也架不住这个寇准呢 非常的坚决 最后呢 他就勉强同意带兵去御驾亲征 所以说如果不是扣准的话 那么可能北宋在宋真宗那时候 就可能一步就跨到了南宋了 南宋不就是跑了吗 跑到南方去了吗 然后宋真宗带领的军队 就到了禅渊和辽军 就对斥上了啊 双方呢 都没有真正的大规模的交手 辽军的一个将领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将领呢 在一次进攻中被宋军射杀 辽军的士气呢 也受到了很大的挫败 当时双方都感觉打不下去了 宋真宗呢 也本来就不想打 这样的话双方就互相通通气 就开始和谈 和谈以后 最后双方签订了禅渊之盟 基本内容呢 就是宋朝呢 向每年 向这个 辽国 进贡白银十万两 捐二十万匹 然后双方呢 开展边境贸易 彼此的皇帝之间呢 互称兄弟 谁年长 谁当兄 谁年幼 谁当弟 就是说 现在宋真宗这朝 宋真宗年长为兄 然后那边辽士宗 就是称为弟 以后如果换了一皇帝 那谁年长 谁又当兄 就建立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遵那个 萧太后为淑母 就是宋真宗 遵萧太后为淑母 就基本这么一个协议 就双方就指歌修兵 就不打了 其实这个协议啊 从往后面的效果来说 对宋朝来说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虽然说宋朝每年 要向辽国进贡 这么十万两白银 还有点捐二十万匹捐 但是想想宋朝 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 是一亿两 十万两 那只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宋辽每次用兵 宋朝的在这方面的花度 就要有好几千万两 所以说花了十万两 买一年的平安 是非常值得的 但是宋真宗呢 就觉得后来被一些奸臣挑动啊 老觉得他好像签订了城下之盟 对他自己的尊严 是一个莫大的亵渎 为了为这事呢 他还对寇准怀恨在心 就最后找一个理由 把寇准给贬到海南去了 到海南那度假去了 然后呢 最后宋真宗呢 也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威望吧 他认为蝉原之盟 让自己的声望见到了极点 所以呢 他就为了挽回自己的威望 就开始封五月 哎呀 封完这也封那个 花费无度 所以他后期啊 实际上这皇帝做的不怎么样 而且开始偏信那些方式倒数 吃了好多那些什么这丹那丹的 全是重心术 严重超标的东西 结果呢 就死了 就驾了崩了 驾崩以后呢 他就把皇位传给了 北宋的第四个皇帝 是谁呢 就是宋仁宗 宋仁宗赵真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宋仁宗 这仁宗 这是妙号 也就是后世给他的一个号 不是说他自己在当皇帝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名 他不能自己说 朕宋仁宗 怎么怎么 那不行 那他要这么说的话 别人就会说 这肯定是见了鬼了 这是一个妙号 为什么给他这个妙号呢 因为他确实当得起这个仁字 大家知道这个仁 仁义礼之信 在儒家的传统中 这是占首位的 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就是仁 这历史上 在宋仁宗之前 好像那个西蜀的刘蛙斗 也叫什么仁宗 但是这个不值一提 到后世呢 明朝有一个明仁宗 大家看过前面几期节目 介绍那个明仁宗诸高志 那也是仁宗 但在位直指仅仅一年 然后后面还有清朝 还有一个仁宗皇帝 就是嘉庆皇帝 就是那个乾隆的第十五子永延 可能环珠阁阁里有永延吧 我没看过 但是真正能称得上仁 这个字的 后世公认 只有这个宋仁宗 能称得上仁这个字 宋仁宗呢 确实是一向宽厚待人 对臣子也好 对周围的人都非常宽厚 而且在军事上呢 他打败了西夏 也算是有所建树 跟辽国 跟强大的辽国 也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关系 因为有这个缠冤之盟嘛 所以一直保持着和平关系 所以在他在位的42年间 可以说是国泰民安 五股丰登 路不失忆 这是一个盛世的景象 后世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 就包括后面的乾隆皇帝 说提起这个历朝历代的皇帝 乾隆皇帝就说 我只敬佩三个皇帝 第一是他的先祖康熙也 第二是唐太宗李世民 第三就是宋仁宗 他没有分先后啊 就这三个人 是他做敬佩的皇帝 宋仁宗呢 在位这些年呢 确实做了很多很多利于国民的事情 跟他有关系的历史人物呢 就太多了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的包政 包青天 龙图阁大学士 包青天 还有范仲淹 这是在他执政期间推行的庆立新政 范仲淹是主导者 虽然说范仲淹最后被贬 他那个庆立新政也没有推行彻底 但是呢即使他被贬这个仁宗的也一直保护他 没有让他遭受更可怕的什么结果 另外还有欧阳修 王安石 在军事上呢 有大将狄青 这是平定西夏的那么一个杰出的将领 在北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 就说这仁宗在最后仁宗驾崩的时候 当时这个开封城啊 从小到幼童到长者到从那乞丐到那些名流 都非常哀痛 这不是说政府组织的 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哀痛啊 他们烧纸钱来来祭奠他们所所所所爱戴的这位君主 当时的开封城家家烧纸钱以至于天日无光 就那烟呢 把这个太阳都遮住了 这是在史书上记载的 而且后 而且他的他的对手当时的梁朝的梁国那皇帝 听说了仁宗驾崩的消息以后痛苦失声 哎 他他就是凯探道我们我已经四十多年未见兵戈了 就这这样的好皇帝我我哪能碰到啊 那然后还为还为这个仁宗皇帝在辽国土地上建了一座衣冠种啊 可见啊 即使他的对手对他都是顶礼膜拜 包括后世的那个呃 蒙古的太师托托这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啊 他写的宋史啊啊经常是漏洞百出呃 但是呢 对仁宗他也是极力的推崇 嗯 因为这个皇帝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以后呢会肯定会有不少节目会谈谈会专门谈仁宗 哦 另外说一下这个仁宗皇帝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黎毛幻太子的那个主人公哎 那个太子就是这个仁宗皇帝 当然了这个黎毛幻太子这故事并不是真的以后再有机会跟大家聊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嗯 说完仁宗呢 等到仁宗五十多岁驾崩的时候呢 仁宗无子很可惜 仁宗无子 无子情况下呢 他就把这皇位呢让给了他的 杨子 不是他的亲儿子 呃 这个杨子呢 就是宋英宗 这宋英宗啊 这命也很苦啊 他这个 因为仁宗皇帝一直是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可惜呢 他的孩子呢都在很小的时候都就都夭折了 他有三个儿子都死了 后来无奈 这种无奈情况下把这皇位传给了这个宋真 呃宋英宗 宋英宗继位以后呢 嗯 身体就不好 哎 跟他在位的时间很短 然后跟他有关联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呢 可能只有这个 这个他授意司马光来修资质通鉴 哎 这是在他执政期间做的一件大事情啊 宋英宗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死了 死了以后把他皇位传给了宋神宗 宋神宗 大家应该有印象 啊 宋神宗主持了一个北宋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变法运动 就是王安石变法 哎 他重用王安石 然后推行变法 当时呢 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反对最强硬的就是什么欧阳修啊 我司马光啊 这些人都是 还有苏氏苏哲 就是这个三苏 这些人反对的是最强烈的 说起是王安石变法啊 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法主张 他的那个那个章程啊 定的确实很好 但是呢 执行起来呢 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嗯 所以说呢 也不能说这个司马光 他们反对的就没有道理 因为当时在执行过程中 确实出现了很多的弊端 导致 呃 本来想达到目标事与愿违啊 这也是的 这个王安 呃 司马光他们反对的原因 宋神宗呢 他是一个非常享有作为的这么一个皇帝啊 他对西夏也用兵 几乎做到了全胜 但是在最后一战中 功亏一篑 也失败了 呃 自那以后呢 打击以后呢 宋神宗的身体也就越来越不好 最后呢 他也是英年早逝 就把皇位呢 还传给了宋哲宗 说起这宋哲宗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网上查一查 呃 那个宋哲宗的画像 哎 宋朝的画风啊 就跟以往的画风就不大一样 就是他特别的写实 哎 呃 不是那些画的都不像本人 他画的非常写实 所以这个宋哲宗的画像 大家看一看啊 哎 特别是女性的听众 女性的观众朋友们 看一看 可能会发现 哎 这宋哲宗还真是一个少见的一个英俊的一个君主 呃 他很长得很帅 具体是从现代审美来说 他长得也很帅 从画像来看啊 呃 其实宋神宗长得也很不错 大家可以看看那画像 然后宋哲宗呢 也是一个非常享有一番作为的君王 继承了他他父亲的那个遗志 但是呢 他他很小的时候呢 就被就被推上了皇位 权力呢 都被当时的太后高涛涛掌握着 这高涛涛啊 确实是一个 哎呀 哎呀 是一个真是坏事的一个一个一个太后 这这这他真是把这个宋神宗当时推行的改革呀 完全否定 哎 把他那些人该贬的免该罚的罚 呃 就就彻底否定了 然后用的那些人全是那些反对变法那些人司马司马光那些人就当政 当时宋哲宗刚刚刚继位年年纪又小也没什么权利 只好听之认之 但是他慢慢的一直在积攒自己的那个力量 等到有一天哎 这个高太后和这个司马光都死了以后 他开始亲政的时候 他马上开始他他马上就成绩了他父亲未完成的事情哎继续推行了王安石的变法 重用当时的一个革新派的一个领袖叫 张敦哎做宰相然后继续推行这个王安石的变法 宋哲呢 虽然在位的时间也很短 但是他做了两件大事 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他继续推行王安石变法 当时就把整个这个国家财政问题解决了 第二他对西西夏用兵这次是获得了权胜让西夏起河 哎这等于是一个嗯对宋朝今后的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从此以后西夏就再也没有威胁了 这个是从宋哲宗做这个是宋哲宗做到的事情哎可歌可泣 可惜呀天不假年这个宋哲宗也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就就死了 而且呢 他也没有孩子他也没有子嗣 不得已把皇位传给了后面的宋徽宗 北宋就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了 等于到目前为止北宋一直是在平稳中上升到宋哲宗之前一直在平稳中上升哎 但是很可惜呀有人做了一个假设如果说宋神宗和宋哲宗能够每人多活十年也可能就没有宋徽宗上位也许宋朝的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也许就不会有其单 语次的北范也不会有宋朝最后的亡国哎 但是这个这历史是做不了假设的 这些在宋朝北宋目前为止的英主宋哲宗宋英宗哎都是天不假年很可惜 后来的朝代就传到了宋徽宗手里 那么宋朝就开始走向了没落 以后的故事呢我会在以后节目中慢慢跟大家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讲这么一点讲到宋哲宗为止 谢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会继续往下讲这个宋朝的系列故事 也欢迎大家呢订阅我这个节目啊还是那句话大家的支持呢就是我节目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好谢谢大家再见